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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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听师父讲过 非常高兴 想跟师父请教一下 因为我还是有天地所值的关系 这个 生不生无尔 不灭无尔 用这样的方式看 那我们金刚经说 所谓佛法 极非佛法 世明佛法 那么第一句话 所谓佛法是不是可以当作骗己所值 极非佛法 原成之词 世明佛法 依他其 所谓佛法 极非佛法 世明佛法 如果用佛法的字样来说 像前面说四种原成诗 用四种原成诗来看 不应该说他是遍及之 不应该这么说 可是 在我们凡夫境界 这个分别心 他是不管 不管一切 不管你是不是佛法 他都去制造的 所以从这一方面来看 说是佛法 有文字的佛法 什么是佛法 教行礼 教行礼三经 这是佛法 这是佛法的时候 然后我们在这上还是有分别 有分别 有分别 如果说是极非佛法 司令你这个制造心 没有依据了 所以你的意思也想和 就是所谓佛法的时候 我们要不知道是极非佛法的 这个遍及之就是活动 要是极非佛法 遍及之不活动 遍及之不活动的时候 你心就清净了 使命佛法 你这样讲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这样说 师父 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自然 自体无 自信不坚住 如直取不有 那么又是会合金刚经的道理 自然的话是未来法 就是未来心不可得 自体无可以够合过去心不可得 自信不坚住是现代性不可得 他再下一句话 如直取不有 我就有两个解释 如直取不有是总论 前面是别论 或者是如直取不有是说 现在未来不可得 亦不可得 再生一层 也是可以 你愿意这样解释也可以 如直取不有 本来三自性里面 正好是便你所知 如果你说 把它变化一下 自然无 所以你不可以直扰 自然有 这也是直取不可得 如直取不有 你要直扰 这个自体是有 直扰一切法自性是坚住的 这都是直取 如你所直取的自然有 自体有 自性坚住 都是不有的 那就是不按照 不按照 这个三自性里 便记所知自性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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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显现的一切法 所有的义 都是无义的 唯师无义的 就是破这个自取 不有 破这个自取 它是不有的 也可以 你如果把它变动一下解释 也是可以 不过这样解释 就是全面的意思 按照便记所知自性来解释 如直取不有 这样是全面 就全面了一点 前面的三种无知性 是阿罕经里头也是有 是一切佛法佛教徒 都是供需的 但如此取不有 你小乘佛教学者 就要想一想 他不一定同意 师父 对不起 我有一个问题 就看了一篇文章 他讲说 那个书法有无自性是佛法的大问题 古今都有分论 以忠观为师说 忠观是彻底组章 无自性论 认为自性只是生死的根本 但是为师只认为 便性只是无自性 依他起原成实 不能说是无自性 如此良者 亦无自性的话 生死及灭团的环灭 就没有无由见理 还谈什么佛法 这一段文章是太虚大师讲的 好 那我们最近在讲这个 社大神论主要谈这个 为师的三性 我自己在想这个问题的话 事实上为师三性里面 应该是三则里面 都有他的自性跟无自性 包括在里面 因为依他起就有能所 包括在能所 便进子也是 所以这样的话 应该说为师三性 他有无自性也有他的 有自性 是不是应该 我不认得错 是的 为师 只是便迹所知 这一部分是无自性 是毕竟空 但是依他起和原成实 不能说无自性 依他起是有 非此有全无 但是原成实实性更是有了 真实有 而且可以名字为俄 为师三有这种话 原成实实性就是俄 有这种话 那和中观是不同了 是不一样的 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维师 这个中观论的学者说 修维师观不能了成实 就是这样讲 谢谢 谢谢 他看到印老说的 说是 那个 文士的思想是为了色化 有所得 有所得小乘 进入大乘的一个擅长方面 那么就是说 副派佛教里面有很多 小乘佛法师有所得的心 应该完全 以衣食力想 才能成立一切吧 是 小乘里面的有所得 是什么样的情形 我不对副派佛教 并不是完全了解 所以我意思是针对这件事情 这个事情是那样 我们如果是去学习阿罕经 学习阿比达玛论 学习波尔经 宝积经 华言经 法国经 解释秘经 愣切经 解释秘经和愣切经 你深入地学习的时候 尤其是要把天台中 华言中的道理也学一学的话 你全面地印实了佛法的时候 会有几种走向 我们用这句话 走向 有几种走向 一种就是 他原来的背景有关系 比如说我们 这个 我知特别强的 一个没有我的时候 很有问题 比如说是 生死轮回里面 没有我 没有我 就断灭了 会有这种 我那一天好像是在 北院提过 我不知道你们听到没有 比如说我们在修观 修止观 修止观的时候啊 照见五蕴皆空 你不说有缘成实性 不说有缘成实性就是如来战 我不许不说这件事 那只是一个一他其一个便机子 只是这样的话 那么你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 蛇不可得 摄不可得 摄下行事不可得 能观察他的波尔智慧 也是毕竟空气的 这个时候还有什么 这个时候啊 对于恶地执着特别重的人呢 就会感觉到断灭了 感觉到断灭了 就会有这种感觉 我以前我自己的经验呢 无恶不 经常说无恶不 有恶无恶就无恶 后面加个不 要无恶的时候 有些的害怕 最初我听见这话 看见这话 不懂 怎么叫做无恶不 后来才明白啊 照见五蕴皆空以后啊 这样子啊 就是断灭了 就是无恶不 这是一个很恐怖的境界 但是有的人 你不那么多分别 我只是随身佛教 依教奉行这样观察 这样一观察 把见烦那爱烦那断掉了 就 最后先得阿罗汉国 八无上菩提心就是大菩萨了 那他没有什么事 他没有无恶不 但是有无恶不的人 就对佛法的信心就会动摇 如果说有一个如来藏 有一个原主私信的 我还没断灭 还没有断灭 还没有断灭 所以对这一类的人呢 这个如来藏也好 原成实性也好 是有用的 使用他心安的继续的信佛 就是学佛 修效之观 要是没有这个无恶不的人 那就没有关系 你就是修这个四年处 我说 幻想法毕竟恐 我我说 令你心无所住 不住所生心 不住生贤为处 法生心 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 就成功了 就是这么个事 所以你仔细地看 令你可以没有断灭的过失 不会有断灭的恐怖 你说原成实有自信 会有这个好处 但是用中观论的学者的立场来看 你 你不能了生死 因为心有所得 有所得 就是不能了生死 如果站在中观论的学者来看 这个问题的话 不能了生死是不能了 但是可以做了生死的方便 你可以继续这样修行 关这个 关一切法 遍迹所知 毕竟空 这样关 这样他也能断烦恼 要用中观论的学者的立场说 不能完全断 不是说一点也不能断 还是能断 能断呢 最低限度能使令你到这个家行为 可以到内凡那个地方 到那去 要是到那么高的程度的时候 他要因为有所得而不能够 得无声发言的话 自有佛菩萨会给他安排 来教导他的 那么他一念相应得无声发言 这是按照中观论的立场来说 在威尔斯本身来说 他也没有这种想法 因为威尔斯本身是很善巧 因为他说什么 他特别强调这个明 明言 明这个字 强调这个 没有明的时候 明前脚无 就没有分别了 没有明的时候没有分别 这个时候还是有知性无知性 没有 这都是戏论 我看在高僧传上看见的 有一个人哪 在定中看见佛了 看见佛他就问佛 你看他的《维墨经》树上有这个话 但是中观论树上他不说这句话的 那么你要消中观论 消大致论 有无法不可得 无无法也是不可得 但是你要消这个《解释秘经》啊 消其他《奇迹论》 消这些佛法 哈!有一个如来障 这是不可破坏的 就是因为有一个无 我们也是一个生死凡夫 不知道谁说的对 究竟是有是没有 所以这位修行员在定中见着佛了 他就问佛 究竟有为是空的 无为是怎么回事 那个佛说 都是戏论 就在定中看见佛 不怎么回事嘛 所以这件事呢 我们在文师修三会 在文会的时候 这样想那样想 我是小春观的 我就批评为师 但是你这次用修行的时候 慢慢慢慢 你思想上有变化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解释秘经》里头 还有提到三无性 一般来讲 维斯学的三无性的学说 就是可以跟中国人的五世心的做法 有相当程度的会通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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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这个 编辑职和伊塔奇 这个伊塔奇是生无自言性 可以和这个中观论会通 没错 但是原成实性呢 还是不行 原成实性还是不行 它还是 也是会通了一下 但是还是 还是要保留它 是有神实性的 那个定位还是保留 这在《欲弃十字论》里面说的很详细的 也就是有神的 是有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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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神的